不知不觉见,快乐大本营已经停更一年了,而快乐家族的几位也各自开始新征程。 五星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,谢娜又一次回到了舞台剧的舞台。 杜海涛忙着减肥结婚,威嘉却是沉寂许久没了消息。 现在,每周六的晚上能够如约和大家见面的只有何炯老师了。 何炯是娱乐圈有名的老模,28年的职业生涯里,他参与主持的节目不尽其数。 对于观众而言,快乐大本营称赞了无数人的青春,那么何炯绝对是不可或缺,浓墨重彩的那一部分。 作为湖南卫视的定海深圳,何老师在快乐大本营停更之后,再次挑起大梁,带着一帮年轻人撑起了您好星期六这档周波综艺。 刚开始,节目声音无趣,全靠何老师应称,无数人心疼何老师一个人在舞台上造梗接梗,连个可以搭档的主持人都没有。 还好,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,嘉宾们逐渐默契,也开始勇于做自己,为节目制造看点。 最新一期节目本一是主打宣传,陈毅和蔡文静作为代表,宣传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《底线》。 林峰、吴卓西两兄弟合体宣传披荆斩棘第二集,谭剑刺也叫来了荣子山,宣传他们俩合拍的网剧《你安全吗》。 还上一个王鹤弟和杨迪则组成了猴鼠CP制造笑点。 万万想不到有杨迪这个综艺席人在场,观众的目光却被诚意和王鹤弟吸引了。 先说王鹤弟,王鹤弟绝对算是节目组挖到的宝了,年初确定他为阵容议员的时候大家还是很不看好,毕竟他彼时只有道明寺是让人熟知的,谁真想这才一年不到,他的东方青苍大火,直接将整个节目的收看与全网热度提了上去。 现在为他而来的粉丝可不少,随着观看基数的增加,王鹤弟好笑的标签也贴上了。 初开西瓜头,他在最新一期中与杨迪的合作,又可以算是他综艺史上的一个高光了。 跟着他一起在同一期节目散发光芒的,还有飞行而至,为剧目宣传的成益。 同样是不遵守规则,这两个综艺老油条,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。 老干部封成益意外有小聪明,卷菜文精别太猛,自己一盆水浇完。 在椅子问答游戏里,成员被绑在椅子上,手上端着水。 回答错误,椅子就往后靠,这水中的水,只要安稳拿着的话,必定就会泼到脸上。 大家都是做了装饭而来的,下了节目或许还有其他的通告,所以谈见四,荣子山那组,率先做了综艺老油条。 椅子往后拽的时候,把手往旁边放,减少触碰水的面积,一趟下来完全没有被淋湿。 两个机灵鬼如此,看起的何炯表示理解,但一直以老干部风味标签,做游戏有点懵懵的诚意,却也学会了这一招。 并且起来之后,还劝同伴蔡文静,这反差感就到位了。 当然了,经历了几次失败,成功靠不守规矩免去惩罚之后,成员最终还是将水一点不剩的泼到了自己脸上。 借借实实的为游戏守住了看点。 不得不说,成员搞笑而不自知的反差感,太有看点了。 从一开始,成员就显现出自己的格格不入。 自我介绍,相机落路,宣传VCR,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就连弹剑刺都忍不住怀疑,他在看提词器。 后来到了游戏环节,成员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盟圈,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。 比如,那个你比划我猜的猜词游戏。 成员和蔡文静一组,蔡文静负责笔划,成员负责猜词。 刚站在桌子旁,成员就条件反射地拿起打提卡看了一眼,被何老师抓个正招。 他并不是有意作弊,只是在没有弄明白游戏规则而已。 这不,他一下子拿起两块红色打提卡,还是何老师提醒他拿一张红,一张蓝。 红色卡片上是形容词,蓝色卡片上是名词,两张卡片和在一起组成一句话。 成员拿到的题目很有意思,香气被蜜蜂遮成香肠嘴的奥特曼。 关于奥特曼这个词,很快就猜到了,只见蔡文静做出一个双手交叉的动作,成员一秒就猜对了答案。 但是,前面那部分,哪怕蔡文静说了好多,成员依旧一脸犯难。 最后,好不容易搞定了蜜蜂和香肠嘴卡在了香肠这个词上面,何老师没忍住上场帮腔,成员依旧没猜出来。 从公园,陌生人,到情侣,各种词开始堆,何炯孝的前仰后合。 后来,嘉宾们齐齐上阵,上前比划,谭剑刺多着嘴巴,做出轻轻的表情,成一脸难以置信,轻轻啊,男女生第一次见面就轻轻啊,瞬间效果浪漫。 王和帝抱着谭剑刺边笑边跑,杨迪更是笑得差点离场。 更别说,座围上的林峰,吴卓熙,荣子山,早就笑得失去了表情管理。 如果说这样的效果只有一次,那很有可能是巧合,但后面的种种告诉我们,诚意是真的萌。 第二个游戏是通关赛,一人坐在斗牛机上,他坚持了多长时间,第二个人通关的时间就有多久。 通关项目有三项,一项是不用手钻游泳圈,一项是绕身一圈过竿,还有一项是拔长剑。 能到诚意和蔡文静这一组,蔡文静被抽中了做斗牛机,女孩子的力气比较小,坚持了八秒左右就掉了下来。 蔡文静也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,偶像包袱碎了一地,人还没摔下来,鞋子就掉了下来,自己一摔下来就马不停蹄去捡鞋。 看得出来,诚意是非常想玩好这个游戏,在蔡文静做斗牛机的时候,他就已经专注研究起来通关攻略。 只见他拿着那个杆子把玩许久,却迟迟找不到门道。 甚至连老师之前说的怎么绕圈,怎么过竿,我们的一干二净。 何老师看不过眼,连忙过来指导他,这一下更精彩了。 何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,诚意理解成那个意思。 看着诚意一脸认真的玩棍子,还玩错了,大家笑作一团。 谭建茨建议,诚意先试试不用手钻游泳圈,他们总共八秒时长,还不够时间玩第二个项目。 诚意很听劝,拿起游泳圈做好准备。 而何老师刚说了一句,守住底线,诚意那边就开始行动了。 何老师只好赶紧喊停,手动冲气。 尽管诚意玩游戏的时间已经超时了,但大家看得不亦乐乎,谁也不想打断他。 于是,他又玩起了第二个游戏。 多亏演了那么多古装戏,刷了一下就把剑拔了出来。 可是怎么把剑放回去,又成了难题。 别人放剑是费胳膊,他放剑是费腰啊。 最后一笑,拿棍子绕身一圈,诚意之前就卡在了这里,这下索性不绕身过干了,而是玩起了一套棍法。 看到认认真真地耍棍子,王鹤蒂已经笑得失去了肢体控制,不断地抽抽。 而林峰也是一脸慈爱,笑得很开怀。 这一轮游戏下来,综艺效果拉满,就连杨迪都忍不住上台,问诚意,有没有人说过他搞笑啊? 与诚意的反差感不一样,王鹤蒂因为与杨迪一组,到后面话锋直接变了。 王鹤蒂与杨迪互泼,相爱相杀,太默契,已称节目高光。 猴戏与鼠息帅哥在一起,组成猴鼠一家人。 王鹤蒂与杨迪这组,从一开始就确定要往搞笑风格上走了。 到了答题环节,一开始两人还好好的,答错了接受惩罚,就泼自己。 结果到下一题,还是错了。 两个人商量都没商量,椅子往后一倒,直直把碗送到别人面前。 当椅子恢复正常之后,两人坐起来,为着莫名的默契所惊讶到了。 更好笑的是,当两人都一定要相爱相杀之后, 杨迪在接受惩罚之前,把王鹤蒂的水浇到了自己的碗里。 而后在人家一脸期待的表情里,毫不留情地泼了他一身。 水亮多道,麦克风声音都出了问题,王鹤蒂一讲话,都在往外喷。 有兄弟如此,胜负欲起来的王鹤蒂自然也没打算放过, 嘴上说着要跟杨迪一起去泼别人, 结果转身就一样的方式泼了杨迪满身。 这原种兄弟不遵守规则,是为了让对方受到折磨。 不愧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 不管是哪种,两人都奉献了绝对有趣的画面。 那么这一期,你们觉得好笑吗?